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用小米做好吃的 这是我提前泡了一个小时的小米 大约150克 用手一碾就能碾成末 打入两个鸡蛋,嚼一嚼 然后倒入破壁机 加200毫升的纯牛奶 按果树键炸成米浆 炸好后用罩里过滤一下 再倒入大碗中 加4克的酵母 5克的白糖 爱吃甜的话就多放一点 搅拌均匀 接着大碗中逐渐的倒入400克的面粉 边倒边搅 搅成面絮状 淋入石耗中的收油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软硬程度像这样 比平常发面要稍微软一些 扣上盖放在阳光处开始发酵 大约50分钟 用手戳一下 面不会弹 不会缩 并且里面有丰富的蜂窝组织 就证明它已经发好了 面板上撒上一些白面 然后把发好的面揉匀排气 揉好后 搓成长条 再切成均匀的剂子 把每个剂子都向里翻转 按下揉圆 全部揉好后 扣上保鲜膜 以免在做的过程中水分蒸发 接着取一个面团 面团上面撒一些干面粉 再擀成一个中间厚 边缘薄的圆饼 接着放上豆沙馅 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起来 收口处要捏紧 这里的馅呢 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添加 我还包了一些白糖馅的 盘子中倒一些白芝麻 黑芝麻 用手抓匀 然后放入面坯 把面坯的两面都沾上芝麻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电饼铛预热 抹上一层油 再放上做好的面坯 面坯的上层也抹油 这样可以锁住面饼中的水分 扣盖小火焖两分钟 时间到后开锅 把饼翻面 再继续用小火烙 反复的翻面 看到饼表面呈深黄色 我们用铲子按一下 如果饼快速回弹 就证明它已经熟透了 直接剪出来 我们的小米面芝麻饼就做好了 香甜又渲软 咬一口浓浓的芝麻香 淡淡的奶香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有空你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